新州疫情数据更新2022年1月16日,星期日,宅自推特网络应用。 截至昨晚8点的24小时报告期内,95.2%的16岁以上,人群已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。 93.8%的16岁以上,人群已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。 25.4%的人已接种过三剂新冠疫苗。 82.1%的12至15岁人群已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。 78.4%的12至15岁人群已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。 11.5%的5至11岁人群已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。 -34,660次阳性检测,其中13,682次为快速抗原检测, 20,978次为核酸检测。 包括接受过第三剂的免疫功能低下者, 和接受加强剂的所有18岁以上的人群。 -2650人住医院,191人在急诊病房20人死亡, 被住,详细情况,请关注今日午后的视频新闻。 详细病房20人ãy有曉害的那最后一会论者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